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第九号台风飞马逊 今天早上五点钟 是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 预计它将一每小时 二十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还将会有所增强 所有的树木啊那叶子啊 都把它光光的 只剩下叶极树 叶极树那树叶 就是不掉 但是也烂得很难看 人如果站在户外 人会被风给吹倒 很多的这种瓦房 已经的屋顶全部都掀掉了 这段画面是2014年7月18号 超强台风威马逊 登陆海南省的景象 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 在我国登陆的最强台风 这一天海南省海口市三江湾农场 也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守坝人张黑帝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三江湾 位于海口市东北地区的三江镇 是三江镇的重要路海口 三江湾大坝全长9公里 在大坝的后方 是三江镇农场 数万亩土地和数千名百姓 大坝保护着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014年7月18号 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口等地 三江湾大坝上的首坝人张黑帝 焦急地观察着水位的变化 当时由土坝和石坝组成的 三江湾新坝刚建成不久 一旦溃坝 附近的万亩土地将会被淹没 而坝下几百名群众的生命 也会受到威胁 最让张黑帝放心不下的 是大坝的接缝处 凭经验张黑帝判断 那里随时有碎坝的威胁 然而十几级的大风 使出巫坝成为了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打电话处理 当时他会陈迹 他最好一般赶 他就不怕 他在那里 他在那个楼上 他会继续观察这个堤坝情况 顶着狂风暴雨 张黑帝站都站不稳 只能选择爬行 当时在小伙子 抓住那篮杆从那边 过来大概也是有三大米这样 我刷一条椅子 那个风一下子就打我倒掉了 那个椅子 那个椅子就把风碎掉了 平时几分钟的路程 那天却要爬行半个多小时 终于他来到大坝的接缝处 从下午一点接到张黑帝汇报险情的电话开始 农场领导迅速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每隔半小时张黑帝都会打电话 向领导汇报 霸上最新的情况 打最后一次 他就说 那个手机没剩多少电了 就不用打了 爸爸会注意安全 一会儿还要给那个农场汇报情况 频繁通话导致张黑帝的手机电量不足 为了继续暴送大坝的情况 他不得不暂时关机 由于张黑帝手机关机 他的家人心急如焚 爸被冲塌了吗 张黑帝又去了哪里 这些念头浮现在家人的脑海中 而张黑帝的家也正面临着台风的威胁 在家里面挺刀急的 我跟我妈就在那边坐 在家里面都是水的 下午四点左右 就在张黑帝向农场领导报送威情后不久 石坝与土坝接缝处被冲塌了 万物鱼虾堂转眼被淹没 而此时居住在周边的四百多名群众 早已被安全转移 那人已经船目接种在那边 接种在那边 那水还没到 后来我打这个冲塌 看到那个厂长讲 你要注意眼船 把他断就断了 就在大家都转移后 张黑帝又做了一个让人十分不解的决定 虽然人员转移了 但看到这样的场景 张黑帝决定继续坚守在大坝上 他想寻找一个时机开闸放水 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晚上十点 张黑帝开闸放水 两侧水位逐渐平衡 就开始把这个机器爬垫起来 爬垫起来 就把里面的水 船目排掉 那个水已经降到 看到公路了 那时候就放心了 水位平衡后 张黑帝仍不放心 继续坚守在原地 直到第二天 气候条件改善 水位彻底稳定 他才回家 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一阵 上了一阵 生前尸的 就看到他吓死了 老爸回来了 看到他真的很高兴 只吃了一碗面 张黑帝又穿上衣服 回到工作岗位 风雨中 妻子王淑英和女儿张曼玲 也只能心疼地望着张黑帝的背影 三江湾大坝溃坝了 却无一人伤亡 这一切要归功于守坝人张黑帝 正是因为他不顾个人安危 坚守大坝 及时向农场报送险情 才使得几百名群众 在溃坝前安全转移 2014年 张黑帝因参与抗击威马逊 而获得海口好人的称号 2016年 张黑帝被评为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那么当初他为什么会选择 守坝这份工作呢 张黑帝和三江湾大坝的缘分 还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1975年 为了围海造田 这里开始兴建大坝 当时20岁的张黑帝 参与了建坝工程 三年后 已是共产党员的他 从建坝工作队回到农场 选择看守大坝 负责开关闸门 我没有文化 我主要是小的时候 就去爱玩 到海里面抓鱼 当时三江湾老坝 共有八个闸门 工作人员需要根据 潮汐的掌落情况 开关闸门控制水位 每个闸门有一吨重 用来拉闸门的葫芦吊 重达九十斤 开闸关闸一次 要用三个小时 这个葫芦吊丝 以前我就是这样 出去这样高 就是这样拉的 用手出去就这样拉 为了及时开闸 张黑帝决定 让家人也一起搬到 这个没有淡水 道路不通的坝上生火 扫这个坝水口 那我说的 点那个梅丁 要用淡水 要到农村 用船上去拉 从祭祀开始 一直在霸生生活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电视呢 然后晚上 我们就会去楼顶上 那个看星星啊 看有飞机挂 而这都不算困难 这里还存在着很多危险 常常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 晚上 那边到海面 我把那个衣服呢 那个护脊呢 挂在那个 就在那个巴上 一回来了 有一条 一条毒鞋呢 已经跑进我那个护脊里面了 我就拿那个护脊 来 咦 为什么这个护脊这么重啊 我就把一边松掉 它就掉在那地下 它那个土啊 就碰到我那个胸部 整个胸部都全部碰到 如果我那个胸部呢 如果要是有地方相损的呢 破了呢 还是呢 那就麻烦了 这样的危险时常出现 可张黑帝 每次都能幸免于难 这个巴呢 是我对他有感情 他也对我有感情 几十年 就平平安安 后来张黑帝 在村子里盖了新房子 妻子和女儿搬离了大坝 他则继续留在大坝上 基本上 就是很少在家 说住一个晚上 长期这样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房间 独立空间惯了 一下子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可能他们两个都有不习惯 张黑帝长期不回家 家人十分不理解 夫妻之间逐渐有了矛盾 说家对我爸来说 就感觉是他的池塘一样 吃饭时间就在家 平时都是在大坝上 张黑帝对工作过于执着 张黑帝对工作过于执着 而忽视了家庭 女儿对他也有诸多不满 不理解肯定会有不理解 像我妈都会总是很抱怨他 小夫人过节不在家这样子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 张黑帝从来没有解释过 而妻子离开大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 都往哪里都往哪里都往哪里 都往哪里 其实 这个家庭有一个很大的伤痛 张黑帝的小女儿 在大坝旁玩水时 不慎失足落水 当时张黑帝正在寻吧 他的妻子在家做饭 并没有察觉 他们就这样 失去了四岁的小女儿 真的心疼很多年 这样以前就是小小时候 只有一张相片 后来母亲就伤心过 都把那个相片也撕掉了 所以都没有一张相片了 女儿张曼玲说 多年来她一直不理解父亲 但成家生子后 她渐渐地理解了父亲 父亲除了认真工作外 他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默默地守护着妹妹 日子如白居过细 张黑帝的一天 就是从葫芦吊拉链声中开始 又在葫芦吊拉链声中结束 他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变为两变斑白的老人 2014年 三江湾新坝建成使用后 控制开关闸的系统 都换成了自动的 这让张黑帝的工作 也轻松了许多 每天的烧水都不一样 要烧水退了就拉炸起来 长烧的时候就把它炸下去 每天的都不一样 每个烧水每天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时候就是两三点也要起来 这个也是主要是跟上多年的经验 积累 2015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张黑帝 向领导申请继续坚守大坝 最开心的就是农场 同意我在这边继续工作 这是我最开心的了 老爸茶 是海口老年人休闲消遣的方式 每天清晨 张黑帝会带着老爸 来到镇上 同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 现在辛苦了 每天会来西班 跟小子 跟小偶尔 跟小偶尔 就得跟 2017年 老张一家再次齐聚大坝 这是妻子和女儿离开大坝后 第一次回来 一家人为了纪念这一刻 拍了一张照片 这也是老张家第一张全家府 站在三江湾大坝上向北望去 是狭长的海湾和郁郁葱葱的红树林 如今这里交通便利 养殖业兴盛 每当附近的虾农渔民忙不过来的时候 张黑帝总是会搭把手 在他们眼中 张黑帝不仅是热心的好邻居 更是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守护人 本身透露出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种 这种一种本质 我平时我终于岗位默默的贡献 在最危急的时候 我肯定是守在那里冲在这个第一线 我自己感觉到也不算什么守护神 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好 对于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 因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要有这样的精神 给下一代人看 张黑帝已经六十多岁了 四十多年的守霸生活 他艰苦朴素 无私奉献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危 说到家庭 他十分愧疚 退休后虽然他继续坚守大霸 但他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张黑帝说 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 他也没办法坚守大霸四十多年 如果组织允许 他就一直在这个坝上 守到他守不动为止 这里是道德观察 我是轩一 明天再见